我们继续上课 这个是8255的读写工资表 我们来看一看 看一看这个CS CS是骗选信号 骗选信号 骗选信号如果等于1的话 如果等于1的话 实际上怎么样 它这个端口实际上处在一个高足矿状态 就是说你骗选 如果没有选中 现在你根本都没有选中过这个8255 实际上不管你后面的什么操作 这些什么操作 实际上这个时候实际上都是无效 那么如果你骗选选中了 CS1杠等于0了 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就表示什么 表示我们选中了相应的825芯片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看相应的地质线 地质线 那么地质线呢 两位 两位 那么这个地质线 如果是00的话 00告诉我们 00选中端口A 端口A 00 看到没有 00选中端口A 00选中端口A 一个RD有效 RD有效 就读A口 对吧 读A口 功能就是读A口 就是读A口 PA口 这个八位的口 那么如果是WR有效 那么这个是无效 那么它就是写A口 写这个PA口 写这个PA口 那么相应的读B口 写B口也一样 写C口 读B口 写C口 读C口 一样 一样 那么就是说 三种选择 00 01 10 00 01 10 10 那么最后一个呢 是11 11 11 实际上就是怎么样 就是写控制字 写控制字 写控制字 那么当你这个地址的选择 是11的时候 实际上还必须怎么样 配合一个WR这个信号 这个信号 因为怎么样 我们一般 我们在我们这个8255这个芯片来讲 我们只要是对控制计程器进行操作的话 我们肯定是这样 对这个控制计程器进行写 写 也就是说 我们对控制计程器进行的唯一的操作 就是一个写操作 写操作 我们没有一个功能 是能读这个控制计程器 那么也就是说 对控制计程器 对控制计程器进行操作 它是这两个地址位是11的话 实际上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是写 必须是写 必须是写 那么这个时候相应的 WR1杠这个信号 要怎么样 要提供 提供 比如说我们将一个控制字 一个控制字 一个内容 一个内容 或者95H 或者是80H 这是一个什么样 一个八位的一个控制字的内容 要不要写到这个控制计程器中间去 这个时候 你的825的地址 最后两位必须是11 11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 读写控制表 实际上 也很清楚 也很清楚 告诉我们A口B口C口 是既可以读 又可以写 又可以写 那么这个控制计程器 那么就只能够读 只能够读 好 我们再往下看 那么 8255的工作方式 具体数据的 Io的操作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看看 这个8255这个芯片 它有几种工作方式 那么具体的 Io数据的操作 又是什么样子 什么样子 一个方式0 方式0 那么我们按照一个呢 一定的数字来往下排 对吧 方式0 方式1 方式2 那么方式0 是个什么工作方式呢 就是叫做 基本的输入输出方式 基本的输入输出方式 那么基本的输入输出方式 它的含义是什么 可以看一下 两个8位口 PA PB K 两个4位口 两个4位口 也就是PC的 PC的 7到4 这个高四位的 和PC的 3到0 对吧 3到0 那么这相应的 两个4位口 也就是合起来 也是一个8位口 或者两个3个8位口 3个8位口 它们的输入输出的 任意组合 这里 有一个说法 叫任意组合 使用于无条件的数据传输 无条件的数据传输 那么它这个任意组合是什么含义呢 什么含义呢 也就是说 PA口 可以是输入 可以是输错 PB口 可以是输入 可以是输错 那么我们这个PC口呢 PC口呢 PC的高四位口 可以是输入 可以是输出 那么低四位口 也可以是输入 可以是输出 可以是输出 那么你这个配置 任意组合 它有两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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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那么这个选择就多了 就多了 那么我可以把 PA PB 然后PC的高四位 PC的低四位 都作为输入 可以吧 然后呢 我也可以都作为输出 也可以 是吧 我把这两个作为输入 这两个作为输出 也行 然后把这个作为输入 这个作为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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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行 都行 实际上 它们是一个任意的组合 任意的组合 那么这个 实际上 它的这个 具体的 你将A B 或者C 高四位 低四位 它哪个作为输入 哪个作为输出 那么这个时候 是在我们的 后面的控制字 控制字 就写控制字的时候 来进行控制 进行控制 使用于无条件的数据传输 那么也可以对C口进行位操作 进行位操作 那么实际上 以C口的某一位 某一位 作为一个查询的一个位 来进行怎么样 进行数据的 查询方式的数据传输 这个我们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去看 自己看 我们主要是介绍 这个无条件的 数据输入 传输 第二个呢 第二个工作方式呢 方式一 方式一 那么是叫选通的输入输出的方式 选通的输入输出方式 也就是说有条件的输入输出方式 前面我们介绍了 那么这个PA和PB这两个口 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一个数据口 数据口 那么这个PC口呢 实际上当时说的 它既可以作为一个输入输出的一个基本的数据口 对吧 又可以作为一个怎么样 控制PA和PB的一个控制口 那么假如你要选择了这个8255 是一个工作方式 是一 是一 那么是一种选通的输入输出的工作方式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实际上 它的状态就是像这个 就PA、PB是用作于数据的输入输出 也就是说 你要进行输入输出的话 这时候你只有PA和PB这边 用了 那么PC口呢 实际上是数据传送的联络信号 联络信号 数据准备好 选通信号准备好 应答信号等等 然后还有什么缓冲器满了等等信号 等等信号 那么这些信号实际上是在PC的摩写位上反映出来 好 下面再看一个 方式二 方式二 也就是说我们8255的工作方式一共有三种 三种 一个就是方式零 方式一 然后方式二 方式二 叫做双向的数据传送 所谓双向的数据传送 也就是说 对于某一个口来讲 它呢 既可以作为输入 某几位作为输入 那么某几位呢 走为输入 你看这个双向的数据传送 那底下呢 肯定有一个约束了 约束了 你看 只有PA 只有PA口 可以怎么样 可以选择 选择 方式二 这种双向的数据传送的工作方式 也就是说 你的PB口 不行 不行 不能怎么样 工作在方式二的状态下 只有PA能够选择该工作方式 那么 适用 适用的 也就是说 假如你用PA 作为在选择了一个方式二的工作浪态下 这时候呢 PC5 PC PC是这样 PC的五位口线 用PC的五位口线 来作为一个控制线 控制线 也就是说PC不是有八位吗 八位 那么我们这里呢 实际上 假如你这个PA口是作为一个方式二的一个双向传送的一个工作方式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我的PC 这个八位这个口 由五位口线 怎么样 用作为控制线 这个控制线 实际上就是控制这个双向的工作方式 那么在PA工作在方式二这个情况下的这个情况下 那么这个PB 这个PB口这个八位啊 对吧 他就只能够工作在方式零 这个呢 他的一个约束条件 就是说你不可能 两个PA口和PP口都工作在一个怎么样 双向的数据传送的一个工作方式下 你要想选择这个双向的数据传送方式 只能是PA口 那么这个时候 PP口就只能工作在方式零项 就是无条件的输入输出 那这时候呢 实际上你不需要定义了 不需要定义了 你只要定义一个工作方式二 这个时候系统就知道 你这个二是个什么含义 是我们的那样 是PA口 是工作在一个方二的情况下 这时候的PP口 他仍然工作在方式零 这是我们的8255的三种工作方式 三种工作方式 实际上第一个是无条件的 那么后面两个呢 实际上都是有条件的 那么有条件的 它的数据传送的联络信号 都是通过怎么样 通过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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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我们再继续往下 好 那既然PC可以作为这个有条件的 输入输出的一个联络信号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PC口 它具体的联络信号的在哪一位 在我们PC口的哪一位 哪一位 那么如果是方式一的话 方式一 方式一 对吧 叫有条件的输入输出 方式一 那么方式一就告诉我们 PA口和PB口 都可以作为一个有条件的输入输出 那么PC口呢 实际上是作为它的一个联络信号 C口 作为它的联络信号 那么C口这里 你看 有八位 就是PC7 然后到PC0 八位 那么这个八位呢 你看 它每一位实际上都怎么样 对应着我们相应的控制信号 那么这一位PC7 这一位 假如说PC7 它实际上 它输入的时候 它是没有用 没有用 当然它输出的时候 它是输出的时候 它是作为A口 A口 这就是A A 这是PA口 那么这里呢 这个信号 这里是B 就是PB口 PB口 那么A口的话 大家可以看 这些信号的具体的含义 我们在后面会给大家继续的介绍 继续的介绍 那么来看一看 比如讲 这个STB A 这是一个叫选通信号 选通信号 那么这个呢 Inter A 这是一个中段的 一个标志信号 也就是说这个信号来了 就表示怎么样 这个A口 进行可以中断 中断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应答信号 Attack Attack 那这个呢 是一个OBF信号 就是一个输出缓通期 Flow 满的信号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import 输入缓通期 满的信号 那么这些信号 实际上拥有六个信号 六个信号 那么分别是 IBF SDB 然后Inter A 然后呢 还有一个OBF Attack 和Inter Inter B 有六个信号 有六个信号 那么这六个信号 就是什么呀 我们的C口的 在工作方式 一个情况下 它的一个联络信号 联络信号 那这个大家可以看啊 在方式1的情况下 在方式1的情况下 那实际上 对一个PA口来讲 或者对一个PB口来讲 它呢 要么是有条件的输入 要么是有条件的输错 这个呢 就是说 大家要特别的注意 它不会是两个 那么在方式1情况下 这个A口 又有可能输入 又有可能输错 是不行的 它只能是 要么是全部都是输入 要么全部都是输错 全部都是输错 好 那么再看这个工作方式2 方式2 这方式2呢 实际上刚才我们已经 给它介绍过 它只是什么 只是PA口 对吧 有工作方式2 这种状态 这种方式 那么它呢 首先就全部都是A 对吧 你看它是A A 那么这个方式2呢 实际上它告诉我们 这个PA口呢 这时候是既可以作为输入 又可以作为输错 可以作为输错 那么它的信号 都是什么呢 它作为输入的话 作为输入的话 那么它有两个信号 一个就是 一个选通信号 还有一个就是输入缓通期 满的信号 它就怎么样 是表现在 PC5和PC4 这两位上 这两位上 那么它的中段信号 中段信号 中段的信号 实际上都是表现在PC3上 不管是输入 还是输出 它中段信号 都是在PC3 这个口线上 那么这个作为输出来讲 它有一个输出缓通期的满 和输出的定达信号 它是在怎么样 在PC7和PC6上 那么大家可以看 在这种情况下 PC0和PC2 这三位实际上都没有用 没有用 那么这三位实际上 我们同样的可以怎么样 作为一个简单的输入输出 这三位 我们还可以用 还可以用 好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工作方式 大家我们就要记住 要记住 那么这种C口 C口 假如要想作为一个PA或者PB的联络信号的话 那它必须是在一个有条件的输入输出方式下 有条件的输入输出方式下 这个叫基础 那么如果是无条件的输入输出 无条件的输入输出 实际上PC口 它的这个 它的角色 它的重要 它的这个地位 实际上和我们的PA口和PB口是一致的 等效 那么有关的这颗信号 我们在后面再来看一看 看一看 数据的输入 数据的输入 这是我们讲的有条件的输入输出的情况下 一个就是STB一杠 这个呢 是一个低电瓶有效 有效 它是一个选通脉通 选通脉通 也就是说 我要从外界 从外面输入一个信号 输入一个信号 那么这个信号呢 实际上 我这个时候 我的巴尔物作为一个输入 对吧 作为一个输入 它要接收外面来的一个输入信号 那这个输入信号 我是不是可以接收呢 实际上这里呢 就有一个选通信号 就是说 由外部设备 发一个选通信号 发到这边 相应的C口 某一位上 将这个STB这个信号 这边 发送到C口的某一位上 当这一位是一个低电瓶的时候 这个选通信号是一个低电瓶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的系统呢 我巴尔物的系统呢 会怎么样 会识别 会识别 然后呢 就将相应的输入信号 相应的输入信号 怎么样 通过A口或者是B口 怎么样 就传送到我的输入缓冲器里面 好 然后呢 这里就一个IBF IBF 那么IBF是一个输入缓冲器满的信号 满的信号 它呢 是一个高电瓶的效 高电瓶的效 这里呢 还有一些信号的一些特征 特征 这个信号呢 实际上是一个缓冲器满的信号 满的信号 那么它呢 实际上就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 你这个8255的某一个口 或者是怎么样 你的输入已经输入进来了 输入进来了 这时候缓冲器已经满了 要提醒你怎么样 将这个信号怎么样 要送到我的相应的CPU里面来 也就是说我要读 相应的怎么样 相应的8255的端口 端口 它实际上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状态信号 也就是说 我来查看这个IBF 这个信号 这个信号实际上是怎么样 是表现在我的PC口的某一位上 对吧 某一位上 我查这个PC口的这一位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它是不是一个高电瓶 对吧 它是不是一个高电瓶 它如果是一个高电瓶 我就会知道 它这个输入缓冲器满了 满了 然后这个时候 怎么样 我就将这一位作为一个状态信号 我查到这一位之后 我就对8255的怎么样 进行操作 进行操作 将8255的数据 读到我的CPU里面来 这是IBF 那么 相应的还有一个中段信号 那么就是中段请求信号 那么它是一个高电瓶有效 那么当IBF为高电瓶的时候 高电瓶的时候 也就是说IBF已经满了 满了 为高电瓶的时候 那么STP信号 STP信号 大家注意 它是由低变高 由低变高 也就是说 一开始是选通了 然后又怎么样 又不选通了 就是选通 结束了 结束了 这个时候中段请求 有效 有效 它是说 就是我前一次 由于我的信号已经选通 然后你输入的数据 已经进入到缓冲器 缓冲器 这个时候 我的STP信号 又高电瓶了 又准备去接收 又准备去接收 下一个信号的时候 像这个时候 你中段请求信号 必须要来了 告诉你 你必须把前面一个信号 要处理完 前面数据处理完 这是它的相应的时序图 时序图 你看一看 那么高电瓶 低电瓶的时候 对吧 选通了 选通了 选通以后 这时候IBF怎么样 很快就读进来 就满了 那么实际上 它满了 一直满 满了以后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行动信号 然后一消失 一消失 就是什么 高电瓶消失 这个就告诉你 你必须怎么样 去把这个IBF里面的数据 要处理完 处理完 就是这样 产生一个中段 产生一个中段 那么中段信号 告诉你的时候 你就要去怎么样 执行一个相应的中段 服务程序 中段服务程序 那么你可以将这个INTR这个信号 INTR这个信号 怎么样 把这个信号 是PC口的某一位 对吧 某一位 把这个信号 这个线 物理上 把它接一下 接在什么地方呢 可以把它接在我们 相应的外部中段的 INT0上 或者是INT1上 通过这样一个 825的这样一个中段 产生一个外部中段 来执行怎么样 相应的重段服务程序 来把这个8255的这个信号 把这个信号 怎么样 8255的这个可的内容 把它多进来 这是数据的收入 数据的收入 再看 输错 输错 那么输错呢 也有三个信号 对吧 三个信号 第一个 ATTACK ATTACK 这是外设响应信号 也是跟刚才我们讲的那个STP一杠的信号呢 是性质是一样的 它是一个输入信号 输入信号 那么低电瓶有效 这个有效 也就是说 当这个外设取走了数据 取走了数据 将一个数据取走了 并且处理完了 向单片机发回一个回应信号 也就是说 我这数据已经处理完了 你可以再发第二个数据 另外一个数据 就这个含义 那么这里呢 有个OBF 也是个低电瓶 它是低电瓶有效 大家注意 刚刚那个IBF呢 要有一个区别 这边是高电瓶有效 它是一个输错缓冲期满的信号 也就是说 我这个8255的 进行输错了 某一个端口 进行有条件的输错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的一个缓冲期满的信号 满的信号 那么它仍然是一个 也是一个状态信息 状态信息 也就是说 我可以通过查询这个状态的 这个标志位 相应的位 也就是说 OBF这个位 我可以怎么样 来产生一个 中断的一个请求 那么这个时候呢 告诉我们 说数据已经写流到 这个825了 825了 信号有效 下面呢 就是一个 中断信号 高点点有效 底下呢 是一个 它的同样的一个实习图 实习图 大家呢 可以自己来看一看 看一看 那么 这个PC口的 这些联络信号 PC口的这些联络信号 实际上呢 还是比较重要的 比较重要的 那么一般的我们在使用这个8255的时候呢 我们都是把 都是用的无条件的输入输出单 比较多一点 比较多一点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要是想用这个8255 再去控制一些什么打印机啊 或者一些外围的一些 一些智能化的一些设备的话 实际上都要用到相应的 这些信号 包括我们前面的输入 输入信号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你要对这个PC口的这些联络信号 要比较清楚 比较清楚 那么你要单纯的 光是一个输入输出 光是一个开关量的采集 或者一个开关量的输出 那么实际上 不需要了解这些PC的联络信号 那么你要是想再去 想用这个8255这个并行口 再去控制 相应的一些设备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些信号还是很有用处的 很有用处 好 这个是8255 讲了半天 我们现在呢 回到我们8255的控制字 进行它的一些措施化 这是呢 其实我们非常实实在在的 我们来如何来使用这个8255 那么前面呢 实际上就介绍了我们8255的一些情况 那么就是说 现在我们有一个8255 我们要进行8255的数据扩展的时候 那么我们要看一看什么来用 首先 8255 你如果想对控制字进行操作的话 也就是说 对控制字进行写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呢 A0 A1 这两位是0 是0 是11 11 对不起 11 那么 控制字是8位 控制字是8位 第0到第7 每一位都有每一位的含义 第一个 最高位 第7 这一位 是什么 设定工作方式的标志 是1有效 1有效 也就是说 第7 如果等于1的话 那么就是说 进行工作方式 控制字的 设定 设定 那么A组 前面我们讲的A组 那么实际上 你看看 就有4位 来怎么样 来描述A组 4位 4位 两位 第6 第7 两位 表示A组的工作方式 也就是说 A组的工作方式 是通过第6和第7 第7 第6和第5 这两位 来进行描述的 那么 0 表示是 无条件的输入输出 01 是 有条件的输入输出 那么 有条件的输入输出 实际上 就是怎么样 就是PA口 告诉我们 是有条件的输入输出 这时候呢 那么 如果 是 10 或者是 11的话 就是 EX EX 这个时候呢 告诉我们是 工作方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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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什么含义 就是说 我们这个 PA口 是出在一个输入和输出的工作方式下 工作方式下 三种工作方式 在A组上 全部反映出来 全部反映出来 好 那么B组 后面三位 是描述B组的 B组 那么B组 只有一位 是描述B组的工作方式 那么B组 那么B组 是描述B组的工作方式 B2等于0 那么 相应的 怎么样 B组 处在一个工作方式的情况下 也就是说 PB口和PC的 第四位 工作在 怎么样 无条件的输入输出 如果零1呢 就是工作方式1 就是PB口 工作在工作方式1 工作方式1 那么 因为这个B口 PB PB口 它没有一个 怎么样 工作方式2的选择 所以说 这里 一位就够了 一位就够了 那 再看 第四 第三 这两位 这两位 那么 现在我们要进行 怎么样 进行这个控制口的 一些状态的设定 对吧 设定 你看 第四 表示是 A口的 输入 输出的状态 那么 第四等于1 表示A口 是一个输入 第四等于0 表示 A口的一个输出 也就是说 输入是1 输出是0 输入是1 输出是0 那么 第四这一位 是表示 A口 那么第三这一位呢 是表示 C口的高半字节 也就是PC7 PC4 那假如 假如你这个 A组 是处在一个 处在一个什么呀 处在一个方式0的情况下 也就是说 是无条件的输入输出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要考虑这个C口的相应的是输入还是输出了 输入还是输出了 那么假如你是一个无条件的 选择一个00 选择一个00 对吧 方式选择一个00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考虑这个第三 到底是个0还是1 那么1就是输入 就是说将PC口的高四位作为输入 反之呢 如果是0呢 就作为输错 输错 那这两个 D0 D0 D1 实际上是一样的 一样的 那么D1就是表示B口 D0就是表示C口的第一半个字节 第一半个字节 那现在看来呢 我们这个 一个这样一个继承器 这个8位的继承器 所有的8位都有各自的含义 都有各自的含义 那现在都非常满了 非常满了 那一个A组 一个B组 一个B组 大家特别要注意 输入是1 输错是0 输错是0 好 那么既然有这个 这个控制字 那么实际上我们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就是C口的 这个 复位控制字 智位 C口这个位 C口的 有关智位和复位的控制字 也就是说C口 就PC口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位操作 那么它每 某一位 是一个什么状态 我们可以对它的某一位进行一个设定 或者是一个复位 我们来看一下 仍然是这样一个 八位的一个 一个字节的一个继承器的 对吧 一个继承器 八位 这个C口的智位和复位的控制字 它怎么样 它仍然是夭夭 夭夭 它也是控制字 也就是控制字 前面我们讲的控制字 对吧 控制字 不但是要怎么样 要把相应的PAPBPC 它们的工作方式 它们的输入输出的状态 要描述出来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怎么样 对相应的C口的智位和复位 要进行控制 进行控制 什么控制 大家可以看 这个第七位 第七 这一位 叫智位标志 智位标志 零有效 零有效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前面一页 我们介绍的 这个第七位 如果是一的话 如果是一的话 实际上就是什么 就是对这个控制字 进行怎么样 进行描述 描述 我们可以看 怎么样 这第七位 假如是一的话 就是怎么样 就是叫设定工作方式的一个标志 设定工作方式的一个标志 那么等于零呢 实际上就不是一个设定工作方式的一个标志 就是不是对什么PA一口 PP一口 PC一口 到底是出在什么的工作方式 到底是输入还是输出 我们不是这样一个情况 假如是零的话 假如零的话 就是什么样呢 就是一个叫对C口 进行这种复位 或者P位的一个操作 一个操作 那么这个等于零有效 等于零有效 刚才等于一 是工作方式的一个控制 那么智位 实际上对这个C口的八位 对吧 C口的八位 要么是智位 智位 有智一力 对吧 有智零 有智零 好 那么现在我们要将这个 这个C口的某一位 要智一的话 那么这个D零呢 你就写个一 假如要将这一位呢 智零的话呢 那么D零呢 你就写个零 写个零 这个呢 实际上也很好理解 很好理解 我们要对C口的哪一位 进行制一 或者C口的哪一位 进行制零 实际上我在这个D零位上 就把一和零分别写上去 好 那么这个D五 D六 第四呢 这三位呢 任意的随便是零还是零 对我们这个智位 复位的控制制 不受影响 它不受影响 那么这里呢 我们用到三位 三位 就是第三 第二 第一 那么也就是说 你要对C口的某一位 进行智位 或者复位 具体的你要 对哪一位呢 我现在PC有八位 对吧 由PC零到PC七 因为有八位 那么你看 你是个八位 到底是哪一位 要进行制一 或者制零呢 那么实际上 就从这个第三 第二 第一 来表现出来 表现出来 你看 第三 这一行 第三 第三 那这一行 第二 第二 那么这一行 是第一 第一 三位 三位 分别就是这三位 B二 B一 B零 B二 B零 也就是说 这个第三 第二 第一 这三位 就是从 000到 111 大家可以看 000 这里是000 然后这里是 111 对吧 000到111 就是从 零到七 那么你这三位 如果是000的话 第三 第二 第一 都是 000的话 那么大家可以想一想 那么我就是对 PC口的 D零位 PC零 进行 智位 进行智位 那么到底是智位 智一 还是智零 实际上就要根据 这个D零来进行 进行控制了 控制了 那么我要对 001 进行智位 或智零 或者智一的话 那么这个三位 就是001 001 那么010 到111的话 那么实际上就是 对第七位 进行怎么样 进行智位 智一 或者是智零 智零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就是我的 C口的智位 副位的控制字 控制字 那么它的条件 就是怎么样 就是要将 将这个智位标志 第七 最高位 要怎么样 填零 填零 那么这三位 这三位无效 无效 这三位呢 实际上是具体的 具体的 这七位 这八位中间 是哪一位 哪一位 那他来描述 那么这里呢 到底是高低 是智零 还是智妖 那么 现在 我们来 举一个 简单的例子 简单的例子 我们来进行一个 8255的 一个初始化 初始化 那么实际上 系统还有一个要求 一个要求 A口 告诉我们 PA口 要工作方式零 就是说 它是工作在一个 无条件的输入输出 而且呢 它的这个PA口呢 是处在一个输入的状态 输入的状态 那么 PP口呢 工作方式硬 有条件的输入 输出状态 它呢 是一个输错 就是PA口 是方式零 是输入 PP口 是方式一 是输错 输错 那么 告诉我们 这个A组中间 在PC4 到PC7 也就是说 PC口的 这个高四位 高四位 是为输错 输错 那么 PC2 到PC0 用于 PB口 方式一 选通控制信号 选通控制信号 其余的 其余 PC3这根线 为输入线 输入线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有三个口 ABC 实际上 PA口 是作为一个方式零 是一个无条件的 输入输入 那么这个PC4和PC7 实际上 怎么样 它就没有作为一个 它的一个 联络信号 对吧 联络信号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就还作为一个 一般的 无条件的 作为一个输入的一个线 那么 由于这个PB口 PB口是工作方式一下 那么就是这个PC0和PC2 这三根线 实际上是用作了 这个怎么样 控制线 用作了控制线 那么这个控制线 实际上我们就不能 做别的用处了 就只能作为 怎么样 PB口的联络信号 对吧 联络信号三根线 三根线 那么这时候呢 实际上还有一根线 就PC3这根线 没有用 没有用 对吧 你用的控制信号 只有三根线 三根线 那么这个PC3呢 没用 那么告诉我们PC3仍然作为输入 作为一个无条件的一个输入 好 那么我们来看 假定这个8255的 8255的这个地址是 5FFCH CH C大家知道 那么C呢 后面是00 是1100 对吧 1100 那么F呢 是1100 后面是1100 那么最后两位 最后两位 那么他的地址 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他的11的话 就是5FF 那么C 5FFC 就是什么 就是相应的访问 A口 P口 5FFB C C后面是D C D 那么5FF 5FF 5FFC 它是什么 是PA口的D 那么5FFDH 是PP口的D 那么EH 是PC口的D 对吧 那么5FFH 是什么 是控制字的D D值 那么实际上 就是有四个 寄存器 四个寄存器 那么这个 是这样的情况 我们看看 第一个 控制字的设置 这里必须是1 必须是1 不能是0 是0就是什么 就是C口的 置位或者是复位 那么 告诉我们 A族是方式0 方式0 方式0 就是00 就是00 那么00 写下去 写下去 那么这个呢 是什么 告诉我们是PA口 PA PA是输入 对吧 输入 那么输入是1 输出 是PC口的 高四位 是输出 是0 是0 对吧 这个是这样 我们相应的 这个四位 五位 已经把它填好了 填好了 然后 再来看 B组 B组 那么 TP口 是1 方式1 方式1 那么 TP口呢 方式1的话 方式1 方式1 对吧 方式1 作为输出 输出 那么输出呢 是0 是0 那么 这个呢 实际上是 这一位呢 实际上是PC3 到PC0 对吧 PC0 这 这PC口的 第四位 第四位 既然PC0 PC1 PC2 用作这个方式 一任一个控制了 那么实际上 还有个PC3 对吧 还有个PC3 那PC3呢 这里呢 我们告诉它 是个输入 是个输入 对吧 这里看 这是输入 是个输入 也就是说 不用的一根线 你仍然作为一个无条件的一个输入的一个一个线 不用 那么这个你看 他们的全部填好了 控制字全部填好了 应该是多少 95H控制字就是95H 如果我将95H这个字送到这样一个单元中间 顺序上 我就怎么样 完成了 对8255 8255 825 有这样一个系统要求的 这样一个初始化的工作 工作 好 那今天我们课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面我们继续介绍 然后我们下一个栏